一到夏天,长者的胃口就会变得比较差 如何提高食欲成为重要课题 为此社会处特别结合卫生局 以夏天盛产的角白笋、丝瓜、凤梨等食材 搭配健康烹饪方式 推出25道美味可口的料理 提供县内长青食堂来选用 夏天的部分,很多长者 不要说很多长者 但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点点食欲不振的现象 那怎么样让我们食欲不振的时候 能够吃一点比较好的东西 我们会建议夏天的角白笋跟我们的丝瓜 它是属于瓜果类的食材 它不但里面还有很丰富的水分以外 最重要的,它里面有很多的纤维纸在里面 它方便长者的取疗跟吞食 如果能够吃得下 那这样对长者来讲帮忙门到 很多人说,营养师做的东西很营养 不一定好吃了 所以这次我们反过来 常常你那好吃的拿过来 我请我们的营养师把它加味调料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很多人在做,对不对 秋葵现在很少人做 为什么?因为秋葵可以包骨粉 茄子很多人在做,对不对 但是夏天 所以除了社会处这边给它加冲蒜以外 我们营养师加芝麻 就是坚果类的 县长林志庙表示 高龄化是世界趋势 推动长者在地照护可不容缓 目前县内共有128个单位办理长青食堂 因此县政府特别推出长青食堂2.0计划 让所有长者都能身体健康 并且感到生活幸福 共同打造依然好健康好生活 新市场2.0 就是希望能够提升这些长者 夏天非常的热 这里有小黄瓜 还有我们的这个凤梨 这个泡菜 还有呢 这个银鱼的蜜菜 还有呢 我们的豆鼠炒蛋的这个虾皮 所以呢 每一样菜 而且呢 秋葵的这个煎蛋 这个第一次吃到的 所以呢 这也很遗憾 所以每一道菜 让我们这些长者看到 感觉很好吃 吃出健康 所以这个最重要 就是照顾比较年长者 所以说 我们来看这些菜籍就知道 秀赦可餐了 因为呢 里面的食材 第一 健康 这是健康 好吃 第三 净乳营养 就是 净好消化 这样对不对 夏天天气比较热 所以有很多的长辈 都会说 我好像围肚肚 还是好像 吃菠菜 外面 我们的 夏季的这些菜色料理呢 就是要让我们这些长辈 能够吃得下 吃得饱 而且很容易消化 然后又吃得非常的健康 宜蘭新闻记者 賴福新采访报道